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啊,我們國家總統賴清德接受媒體採訪 表示到中國想要併吞台灣 並不是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或者是因為要完善以前老祖宗的領土完整去打台灣 那賴清德也指出了我們常常在談的一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中共不把以前那些 所謂中華民族老祖先的領土從俄羅斯給拿回來 那這番言論一出在歐美的新聞各種報社 路透社的BBC等等等等美國之音 這件事情就在國際引起的反響 那俄國外交部馬上就說我們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台灣領導人無權代替北京發言 那這就好笑了嘛 台灣在你的一中框架之下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你怎麼會透過外交部對一個省長 或是對一個地區的領導人直接喊話呢? 正常來說的操作是什麼呢? 外交部發文痛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不管好自己國家地區的領導人或是省長 那再由中國中央的政府派人痛罵痛批犯錯的地區領導 這樣才是一個國家對吧? 但事實上並沒有 那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應該痛罵北京沒有管好台灣在這邊造謠抹黑對吧? 正常來說站在俄國方面應該是這樣 但沒有你直接對一個省長講話 所以你是把自己的層級拉到跟地方政府一樣嗎? 你怎麼會用外交的格局來回應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 所以代表你自己心裡也知道 不是! 不管外面傳的怎麼樣沸沸癢癢啊 我們台灣的政黨哈 中國國民黨跟俄羅斯還有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站在同一個立場喔 痛批賴清德喔! 比如說這個謝龍介他就發文說 謝龍介表示我在此強烈譴責俄國外交部口出狂言 作為中國國民啊! 不接受外人將侮辱我國元首 但門關起來我們自己討論 賴總統的論述到底有沒有道理呢?問號! 謝龍介指出我們先不討論中華民國的憲法 賴總統自己才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總統 要幫大清討公道應該也要由你去討 以現況來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在2001年 以及2004年簽訂了各種解決領土紛爭的協議 所以呢賴清德是無視現狀 夢回大清 不管是賴總統自己想的還是幕僚建議的 諸如此類通通都證明了 民進黨政府應該加碼制裁俄國 不如今日起停滿俄國的天然氣向國際表達 以正式聽一定加分加到爆 我就點出一個 國民黨跟賴清德跟民進黨說 無視現狀夢回大清 欸那我問你啊 你們知不支持民進黨要修憲 把我們的領土直接從憲法改為颱風金馬? 你要不要你們會不會跟著一起舉手超過四分之三? 你們同意 你們肯定不會 你們會的話現在還在那邊嗶嗶咧咧 還在那邊我們要反台獨 為什麼?因為颱風金馬一旦修憲 你們就認定這也是台獨不是嗎? 不然你們為什麼還主張大陸所謂的那個地區是你的 誰才是不面對現況? 啊汪曉玲之前說要反攻大陸 你們國民黨給予支持了嗎? 你歇容界出來說支持嗎? 你每天強身健體去號召農民軍起義了嗎? 你有去訓練那些退休支持國民黨的軍人 然後每天強身健體 我要反攻大陸從福建登陸 有嗎?沒有 你們甚至連我們台灣人想要守護台灣 你都認為我們做不到你想要反攻大陸 連王志安都跟中共還有俄羅斯 還有國民黨的口徑一致出來說什麼呢? 欸 賴清德的發言缺乏國際法和有效條約的意識 感覺賴清德的回答像個小孩 完全不像個總統 賴清德說這個話的意思 不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務實的去反攻俄羅斯 是表示如果按照中共說的根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因為畢竟中共都說了嘛 要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第一步就是收復台灣 然後也說那是老祖宗以前的領土 對不對? 那按照基於這樣的一個邏輯的框架之下 賴清德才說出那為什麼俄國你逃不回來 不管有沒有簽條約是不是老祖先的領土? 是啊 是不是以前中華民族的領土?是啊 那不管有沒有簽條約你就是要收回來嘛 是吧?邏輯是這樣子啊 那又是什麼條件之下讓你要簽約割讓領土出去? 承認這些領土確實是屬於你俄國的 不是咱們中華民族的 是什麼樣的一個條件之下讓你做出這個妥協 可以跟中國人民分享一下 退一萬步來說 就算有簽這個條約 但是中共有在乎條約過的嗎? 中英聯合聲明你有在乎過的嗎? 你們以前跟東突厥 所謂的新疆還有跟西藏簽那個和平協議 簽那個條約你不是都毀約了嗎? 而且那個地方是中華民族以前的地方 是吧?就算簽條約了你也可以拿回來啊 我們按照同樣的邏輯來說 這些地方在2004年沒有簽署承認條約之前 是屬於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是不是?是屬於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因為你自己定義的一中原則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俄國可以在沒有簽署條約的情況之下 在以前大清那個年代 這樣子先出兵去佔領這個地方 迫使大清讓步 然後再迫使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這件事情 是不是槍桿子說話? 有槍桿子有武力權 奪下來之後法律我說了算 所以我們來簽個條約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個世界上一切都是這樣子? 國家跟國家之間是看國際法嗎? 還是看誰槍桿子大 槍桿子大的那個人可以逼你簽這個國際法 所以講出這個國際法的人 誰才是小孩子啊? 大家都知道 有槍桿子的那個國家 如果他敢付出槍桿子的神功 佔領的這個地方 國際法是由誰說的算 那當然如果有人跳出來反對 他就把人打到扶打到乖 那國際法是可以由誰定 可以由誰說的算 這種東西還要跟我討論 我們要討論理性的法 這些東西都是不理性武力統一之下 所產生的一個結果 只是因為我要冠冕堂華 我要勸大家善良 我要勸大家要遵守條約 所以這個法呢 勝者為王我們來定 那中共不也可以這樣嗎? 弄武力奪取回來以前老祖先的領土 再逼俄國簽國際法簽條約承認 好啦這些領土是屬於中國自古以來 是你們老祖先的啦 我們在大清那個年代啊 瘋了去搶你們的領土道歉 也可以啊 那為什麼你們不做這件事情 而且俄國現在還被反攻呢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此 反攻大東北地區 打到西伯利亞 甚至從西伯利亞那邊往莫斯科進攻 因為你不可能打人家說好那些領土還你 那跟烏克蘭一起聯軍聯合夾擊 那這樣西方會怎麼看中國 喔喔喔喔喔 好吧那我放寬對中國的制裁 喔喔喔喔喔 我們開始跟中國交好 中國也對西方釋出善意 來我們西方一起繼續綏進 讓中國跟烏克蘭打敗俄羅斯簽署條約 這樣子不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最好的嗎? 而且在西方的綏進之下 你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收復台灣 所以這證明了嘛 為什麼中共國不做這件事情 他只要拿下台灣 第一個 因為台灣是所謂的華人地區 而且有過民主 現在還擁有 第二 沒有法統 那第二 中國這邊土地上最重視的就是所謂的政統 即便你有得到一些國際承認 但是那個人還活著 你那個國家他還存在 只是沒有被部分國家承認 是吧 我們從中國的歷史攤開就可以發現 蒙古帝國 蒙元 北元 跟大明朝的關係也是如此 對嗎? 那為什麼大明朝 朱元璋 朱帝 在取得中原領土之後 還是要反攻北方 把蒙元這個勢力整個打敗 只是最後 因為實力不計 打不過 皇帝反而被俘虜了 我們才放棄攻打蒙元 因為蒙元如果一天沒有被消滅 他就有理由可以 藉此 收復大陸師徒 看他要不要而已 看他有沒有那個實力而已 而且按照以前所謂的自古以來的規定 其實吉爾吉斯國你們應該也要收復一下 吉爾吉斯國出了一個歷史名人叫做李白 但是李白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拿去說 他是我們中國以前偉大的詩人之一 對吧? 那他現在為什麼這個 李白的出生地是吉爾吉斯呢? 那相對來說 吉爾吉斯是不是也能說 李白是我們吉爾吉斯國這片領土 以前的歷史詩人 他是受了我們吉爾吉斯國民族的影響 孕育出來的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竊取 他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講? 當然什麼理由他可以找 但按照中國這種吃豆腐 他也可以這樣做 那你們為什麼不去收復呢?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李白是咱們中國以前的詩人 但是他的出生地 現在是別人 別的國家的 那為什麼中共國不要收回 所謂的蒙古的版圖也好啊? 甚至被俄羅斯拿走了 那一大片 外東北跟西北部分地區 甚至是吉爾吉斯 這些中亞地區為什麼不拿回來?偏偏要拿台灣呢? 那除了台灣 中共還有沒有想要的領土? 當然有啊! 比如說釣魚台 以及南海 對吧?最近又跟菲律賓在南海發生一些衝突 跟越南也是發生一些衝突 那這些地區有一個共通點是什麼? 第一島鏈 那這些地方對於中國的什麼很重要? 海軍 台灣甚至南海整個都是中國領土之後 中國的海軍是不是可以直接部署在這裡? 那部署在這裡面對威脅的是什麼? 第二島鏈 那這些都是在誰的掌控之下? 美國 事實上我從過去到現在也跟很多小粉紅辯論 小粉紅也成天說這個老祖宗的台灣 所以要拿回來 但是被我一一打點之後 他們才說出他們心中的想法 他們都知道因為要跟美國對抗 因為要拿下第一島鏈 不然的話你為什麼不跟菲律賓 跟馬來西亞 還有跟越南 就南海糾紛的那些國家 簽訂讓渡條約 南海就你們的啊 我不要啦 就學跟俄羅斯一樣霸氣好爽 你們拿去那種彈彎之地不要也罷 簽約嘛 你們又不做這件事情 那俄羅斯東北那個地方 對於中共目前的野心 是沒有戰略價值的不是嗎? 你跟俄國討回來 未來你怎麼去拿第一島鏈? 我們先不管你有沒有拿第一島鏈的實力 因為你俄國一旦拿回來 你就失去了俄國乃至朝鮮這一類 可能最後的盟友了 那以後你要打第一島鏈 誰幫你? 誰給你後面那個援助 所以我們透過這件事情 真的可以發現 為什麼有一些台灣人 一些政黨 是跟俄國 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 站在一起的喔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老師再見了 拜拜